好,为了让幼童认识海洋生态,花莲市立幼儿园 在10号的上午带领了大班的小朋友前往花莲区渔会 也透过亲手来捏鱼丸还有DIY的交座课程 来了解渔业的资源 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小朋友10号上午开心的搭乘游览车 来到了花莲区渔会大楼要体验鱼丸DIY 这是幼儿园为了增进小朋友们海洋生态保育观念 所安排的户外教学课程 因为我们学习去的活动有看到孩子 发现孩子自从去了海洋公园之后 对海洋生物很有兴趣 所以老师安排了这次花莲区渔会的体验 那体验的内容有鱼丸的制作 然后风铃制作 还有让他们认识大自然生态的奥妙 然后也爱护环境 在过程中就是孩子里面会认识一下 那鱼港的整个操作内容 然后鱼港里面有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的鱼是怎么变成鱼制品的 那孩子对海洋有更大的认识 也对海洋这个议题会有更棒的体验 在区议会辅导员的带领之下 小朋友们戴着手套 粘油捏鱼丸切鱼丸 每个人捏的鱼丸大小形状都不相同 在欢笑嬉闹过程中 小朋友们认识了海洋鱼类及好吃鱼丸制作方法 120位大班小朋友 颠鱼丸、彩绘风铃 还有动手做鱼镖 以及到冷冻库来体验 并且认识常见鱼种等 有趣、好玩又富含知识的教学课程 让小朋友们收获良多 这里会万事报道